妻子被丈夫打了一记耳光就回娘家告状 得知女儿被打 母亲生气地说 一个女人家叫男的打的耳光 真丢死人 这回让男的打了个下马威 这辈子别想占上风 今天你就找人文算账去 弄不出个子丑银帽 不能算完 强音果真听着母亲的话 直接找到人文工作的收衣站 拦住了正要去给站长送统计表的人文 走 哼 没那么容易 强音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搬了椅子堵在了门口 她哭诉自己嫁给人文这些年 吃了这么多的苦 回到家还要挨她的耳光 陈人文 今天非叫你打够了不可 打死我你好在娶个大闺女啊 说着挽起袖子就和人文打了起来 等不到统计表的站长亲自回来去 一进门却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她急忙上前拉甲 打红眼的强音连站长也给一顿打 她把站长的老花经理摔坏了 我叫你 要她回家打出去 这是受益站 医生呵斥后 无辜受气的站长从强音脚下拿走统计表准备离去 不解气的强音竟追出去让老站长给她做主 否则她就和人文离婚 离婚离婚 受益站是给身后治病的 不管分家大离婚 见站长不帮她 气急败坏的强音竟一把将两个孩子推下台阶 女儿也因此磕掉了两颗钱门牙 即使这样强音还是心意狠回了娘家 将一双儿女丢给了人文 为了不耽误工作 人文只好带着两个孩子暂时和自己住在站里的办公室 爸爸我要撒尿 憋不住了 爸爸 疼 爸爸 最疼 疼死了 但没怎么带过孩子的人文 让两个孩子弄得焦头烂额 回到娘家的强音想回去看看孩子 回去 回去你就输了沉住气 别心软 男人哪 都这样 你软 他就硬 你硬 他就软 越在这个街骨眼上 越得咬紧牙才行 强音的父亲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说 再不回去 家里养的猪啊鸡啊的都饿死了 结果被强音的母亲一顿数落 这是村里的小王来喊话说 强音他们生产队给打来电话 让强音尽快回去 说他们队里给铁矿工人做的工作服就差强音的没交了 每耽误一天就得罚五块 强音正要回去却被母亲拦住 你发傻了 该回家的时候你不回 不该回家又往家跑 依着妈 非逼人文 上门来 请你回家 请一趟 还不行 最少得让他跑三趟 我的加工活还没做完呢 耽误一天罚五块啊 是啊 两天就是十块 老不回去 那么多加工活可都耽误了 对 你去给他拿回来在这儿坐 我去哪 我可没脸去捡亲一眼 第二天 任文骑着车子去找强音 强音的妈妈正在给强音上兵法课 我知道 你惦记着孩子挂念了家里的加工活 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 豁不出肉疼 治不好疮 过不了几天 任文准来给你下跪 当看到向这边来的人文时 母亲急忙让强音回屋里装顶 可谁知 任文怒气冲冲的一进门就说 走 跟我到公社去 臭美 还想到公社给你拉孩子 你有本事带着他们过吧 我不管了 不用你管 我要你到公社去离婚 打离婚就打离婚 谁要说话不算数 谁是刀种 强音以为任文只是吓唬自己 父亲急忙上前劝阻 强音看向母亲 母亲却示意她不要怕 别 别拦她 去就去 眼见任文是来真的 强音母亲上前将车子锁住 走 没那么容易 你一巴掌把强音打回家 不声不响就走了 要离婚 先得打回来 任文撂下自行车 时宜拉着强音去离婚 强音急忙跑回来 让母亲给自己做主 只见强音母亲 对着围观的村民们说 村里的人都知道这老太太是个什么德行 都知道不好惹 也没人相信她说的话 陈任文 你太欺负人了 这是王家宽 不是你陈家庄 不准你在这儿胡宙发扯的 败坏我们王家门峰 滚 滚出去 我和强音离婚 没你的事 强音妈妈见任文还是要去离婚 竟直接抱住女婿的大腿开始撒婆 引得围观的乡亲们哈哈大笑 强音也觉得丢人至极羞愧地跑回了屋 这时水莲赶了过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很是吃惊 她急忙上前劝强音妈 还说这是婆婆专门给带的点心 就是你爷爷送的也不稀罕 肺都气炸了 害她娘的点心 水莲趁强塞点心的时候 把强音妈扶起 人文过去推自行车正要走 但车子还被锁着 要是还在强音妈手里边 水莲见状上前说道 你想刘大哥在这住两天呢 还是想让他回去呢 我看着他 喘气都不顺的 笑什么 走 走 丈母娘管女心 有什么好笑的 一场闹剧就这样让水莲化解 回到屋里 水莲哭口婆心地劝大嫂回去 但大嫂却委屈地说 离婚就离婚 跟她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 你快别说气话了 嫂子 要说大哥 不管是论品行 人才 还是邪问 那个都是百里挑一 身后的强音妈突然阴阳怪气地说道 水莲听出了这是在挖苦自己 我的手不如打扫桥 心也不如打扫灵 我压根就不会嫁了别人遭难 我自己高兴啊 天下父母都一样 吃苦受累 千长挂肚地把孩子拉扯大了 很不容 当媳妇的应该拿着公婆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小姐 我也没虐待老人 嫂子 在爷爷身上你是有错的 爷爷是一个有度量有志气的老人 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 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尊不尽 如果将来我们都老了 小辈也是这样对着咱 我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自己做事自己当 用不着别人管 见自己的一番好意 对方不但不领情 还嫌自己多管闲事 水莲只好委屈地离开 由于强硬的搅祸 龙刚对人方也产生了误会 一连好多天都不理人方 好在被二嫂看出了人方的心思 得知人方喜欢的人是龙刚 就让人五去找龙刚打听 这才知道中间的蹊跷 这个娘们 好事不干 坏事成堆 在二哥和二嫂的帮助下 龙刚主动来找人方道歉 人方却假装不理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对你怀疑 我不该对你冷淡 我更不该对你使性子 使你痛苦当中 在天痛苦 原谅我吧 饶恕我吧 从今以后 再来永远团结 谁和你团结 给我做个纪念吧 以后我看见他 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 人方 等等我 重归于好的龙刚和人方刚回来 正巧听到邻居和二嫂说人方的坏话 我也是为你好啊 你看人方那比较劲 你还是离他远点好啊 看到人方回来 邻居尴尬地刚想走 站住 你整天走东家串西甲 贫嘴刮了声 还要不要脸 你 你太可恶了 嫂子 你要真心给人方介绍对象 那是好事 可你明明知道 人方和龙刚挺好的 你还硬要把人方 介绍给娘家侄子 你说他们能不气吗 这全是你大嫂的主意吧 这天夜里 强音梦见家里养的鸡都死了 好不容易养大的大花猪也死了 人文和孩子也不要自己了 惊醒了强音坐在地上 嚎啕痛哭 她要回去 可母亲又来阻拦 你可不能走啊 你听妈说 你听妈说 快 听我撵回来 让她去吧 连夜回来的强音一进门 先去看了看自己的大花猪 又从窗户外看到婆婆正在哄两个孩子睡觉 强音的心里内疚不已 她又看到自己屋里的灯也亮着 过来一看 竟是水莲用她的缝纫机在帮她挡做工医 看到这一幕 强音更加懊悔不已 她站在门外不住的抽气 当她三番五次地对婆婆和水莲充满敌意时 对方不仅没有和她计较 反而还在继续帮她 体谅她 第二天 强音领着两个孩子去股场和爷爷道歉 自从那天晚上 爷爷就住在了股场下夜的小房子 内心的愧疚使她站在门外不敢进屋 爷爷看着门外的强音并没有责备 强音过去给爷爷收拾铺盖 两个孩子也上前帮忙 强音正在家包着饺子 闻讯回来的人文一进门 拿出离婚协议就让她签字 签字吧 马上到公社办离婚手去 我一个人拉着孩子自己过 爱动受恶 我认了 走 走 妈妈 爷爷 人文 爷爷 咱再也不能受这娘们的窝囊气了 你给我坐下 爷爷见人文得理不饶人 就训斥她说道 张口闭口离婚 怎么 光彩啊 俩孩子那么大 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事 她有错 你这毛病也不小 平常耳头软 总是迁就忍耐 日子长了 可不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呗 过去的事 谁也不许再急了 她中复还是个孩子嘛 改了就好 这当老的 不能抓着孩子拔命进棺材 你们年轻人哪 什么时候能让老子放心就好了 这时 原方带着龙刚回来收工医 强音抱着水帘 替自己做好的工医来到他俩面前 妹妹 都怪大嫂我不好 差点误了你的事 自此 强音获得了众人的原谅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团圆的饺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